铺着一辆木马人的皮卡 这下放心了 早就听说去白口袋的路非常难走 尤其是那个厚厚的沙子 很容易现车 经过慎重考虑 我们决定还是租一辆车吧 现在山洞里 很酷 而且这是第一次开这种 租着一辆木马人的皮卡 这下放心了 我们现在是前往白口袋的路上 一路要两个小时多一点 主要都是这种土路 没想到没过多久 路况变得很差 满都是石子 而且是那种尖尖的石子 对车胎很不好 果然 左后胎突然爆胎了 一点气都没了 这对我们是个考验 因为当时我们可以打电话 叫租车公司给我们换车 或者帮我们换轮胎 但是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没办法 我们只能自己来了 好在车上有备胎 有工具 小鹿同学这方面也是经验丰富 很辛苦啊 前前后后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终于把轮胎换上了 这满血复活 轮胎放好了 这就叫探险了 然后我们沿着这条土路继续前进 后来发现 这次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错误 就是我们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 其实不应该走这条路 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今后不要什么都相信谷歌地图 这是谷歌地图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去摆口袋的路 从Knap到摆口袋 两小时十来分钟 正确的应该是走这条路 看似绕圆 但是它可以绕过刚才那条路 具体的走法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具体的线路 走这条路 居然不会爆胎了 给轮胎放点剂 太多了容易炸胎 另外啊 去走沙土路 放点器接触面积更大一点 大门紧闭 放心 这不是禁止入内禁止通行 这是防止他们养的牛跑出来 所以这个大门你可以给它打开 然后车开进去以后 已经记住 再把门给它关上 免得他们养的牛跑出来 进入沙土地了 沙子很厚 这个大概有十几公里长的路 都是一种厚厚的沙子 在这个地方驾驶 注意速度不能太快 要保持一定的慢速前进 另外不能停车 一旦停下来 很如现在里边出不来了 这儿就要小心了 这儿啊 小心的啊 这儿真的 这儿就是要下进去啊 打滑 看你的那烤路 考验小路重新的车季的时候到了 可以这儿耍啊 可以这儿耍啊 是 你的越野出身 所以这儿不算什么 是 可以 可以 前面可能要打滑 慢点慢点 不是慢点 这儿一点 这儿一个 别听 是吧 对 这儿就要下进去 感觉是鼓子都去 打滑了已经 哎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白口袋 还真有几辆车 大概有那么 三四拨人吧 远处有人在这扎营啊 从停车场到停点大概有这么个一公里的路 全是沙子 走 好在今天还不是太热 本地最高气温好像是三十度多一点 全是沙子路啊 很快进入景区 眼前火燃一亮 各种各样的色彩 和各种各样的线条交织在一起 漂亮 收集大开 开拍 景区里没有固定的补党 你可以任意行走 任意探索 小路进了以后 一脑袋就见不着眼了 小路 哦 这条纹真漂亮 看下边 哦 新变文化 哦 对面是下的几个人 在景区里一共就碰到了 两拨三拨人 而且主要是游客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 到这儿来拍片来的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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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怕把小路丢了 他也不会英语 有个老外告诉我 你那哥们在前边呢 谢谢 这有个小水坑 我喜出望外 可以拍倒影啊 但是到近处一看 太脏了 根本没倒影 有人在这拍过倒影 那是真漂亮 那得赶上下大雨以后 好 打一枪换个地方 这滑纹好好讲 小波浪谷 小路还在那儿 巨精灰神的 拍个不停 他真是个狂人 这个地区也很漂亮 这个地区也很漂亮 来一张 再拉近点 看这边 远处 看这小路没有 在那儿呢 拉近一点 这石头真棒 一会儿我也得过去 线条太美了 拍 手机直上 这个已经有超光脚 我这形象 没办法晒啊 前日子他们来 四十多度 我们这还算好的 三十今天三十五度好像 好家伙 一日风吹来 把相机吹倒了 幸亏我手剑快 风小一点 接着刚才说啊 这白口的地方 非常漂亮 有人说呢 他跟波浪谷 可以有拼啊 但是波浪谷每天只能见二十个人 你抽不上千的 所以很多去不了波浪谷的人 就上白口的来了 我已经好几次想来了 但是以前车都不行 今天终于来了一次啊 其实我觉得这比 波浪谷更好 波浪谷漂亮 但是它的景色的特点比较单一 就是那种波浪状 这不一样 这有各种花纹 而且色彩也五彩缤纷 这个地方有出阴凉 不容易啊 大太阳底下 坐这歇歇 放放无人机 喝点水 就在这一瓶水 要省着喝哦 白口袋在亚利桑那中 战机面积其实只有一平方英里左右 但是它确实是一处绝佳的摄影圣地 这里 令人惊叹的光滑的岩石 被风吹过 橙色黄色白色的地层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 它的颜色主要是白色和棕褐色为主 并带有一些鲜艳的橙色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色彩缤纷的波浪 形成的像海浪非常相似的涂层 光滑的圆形土丘和悬崖边缘的白色岩石 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这里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以见证大自然的龟腑神功 据说是20年前摄影师们先发现了的 摄影师们使用白口袋这个术语 试制白口袋东侧一带 白色和珊瑚色的那种花椰菜的岩石 又叫人脑岩石 它是不是很像人脑的脑将 所以也叫脑发炎 白口袋地处偏远 离最近的城市也得了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大众的油业对它还没产生什么影响 这更增加了它的吸引力 推荐一个地图给大家 这就是白口袋各个摄影景点的地图 包括它们的具体位置 这个链接我会放在下部的评论栏里 走了 离开白口袋了 如果你也想去白口袋拍片子 给你几点建议 首先最佳时间日出日落 我们这次中午去的效果差一些 7月8月下雨后会产生积水 形成倒影很漂亮 上沙子路之前最好给轮胎放放器 带走水和食物做好防晒 最后带上无人机 带上无人机 上帝的视角相当的棒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 要有一个高级牌的四乘四的越野车才行 好 这期就到这 谢谢收看 别忘了关注 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